日记不久之后 韩国主要传物公司也将可以发行一直以来 仅由外籍传物公司发行的电子进口信用证 进口信用证是一种当进口货物比运输单据先到达时 为是进口商能在没有运输单据的情况下接受货物 由银行承担担保责任的文件 12日韩国贸易协会表示 已与韩国传主协会、全国银行联合会和KTNET签署了工作协议 并将正式启动应用国家电子贸易系统的 电子进口信用证的申请和发行服务 今后若有所有的进口信用证都能够实现电子化 预计每年将节约450亿韩元和46万张纸